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如何解决照片这种脖子和脸部色差的问题 一样的先讲原理 再讲操作 我们看这张图 它的脸部的颜色是正常的 但是脖子的颜色偏黄发黑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将脖子单独选出来 给脖子提亮 然后去黄加红 选择的时候 咱们是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快速选择工具 它的快捷键是W 它的光标在默认状态下是一个圆圈 光标的大小是可以通过字母键P键右侧的左右括号调节的 右括号是调大 左括号是缩小 如果你要选脖子 那我们这个光标就不能比脖子大 适当调整光标的大小 鼠标左键按着别松手 在内部拖拽 此时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多选了 多选的这个地方是需要从选区中减去的 在属性栏的位置有三根笔 第三根笔就是从选区中减去 它的快捷键是out键 你可以适当将你的光标调小一点点 咱们就可以把不需要的这些地方都减掉 但是有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少选了 此时你需要将你的画布放大 把光标调的再小一些 把少选的这个地方给它添加到选区 得到脖子的选区范围之后 接着要做的是给脖子提亮 加点红 找到对应的图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 调整图层 此时我们选择的是可选颜色 代表脖子颜色的是黄色 所以这个时候目标颜色咱们选择的是黄色 跟色彩明度值相关的是底下的这个黑色的画块 向左就是减少黑色提亮 向右是增加黑色压暗 所以我们需要向左调整 接着它的颜色有点黄 此时你可以给这个黄色剪掉 图片不一样 它实际的调整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发现它还有一点黄 我们可以给它加点红色 但是在这个画块里面是没有红色的 有青色 青色的互补色是红色 所以你向右是增加青色 向左就是增加红色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给它加点点红色 再稍微来点洋红 调整完毕之后 如果你觉得它的边缘非常生硬 大家看一下可选颜色右侧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萌版 我们单击萌版 给它增加一点语化值 这样边缘的过度就更加柔和了 以上就是人像脖子肤色的统一 你学会了吗